時間過得很快 轉眼間我每天都不想起床 因為覺得過一天很快又要離開香港 這次回來我也很特別 我特意叫朋友帶我去一些地方 譬如石劫尾、飛鵝嶺 我很想去一些我很想去的地方 剛才我在想六年前我女兒去了中國教英文 拿了暑假 我女兒當時十九歲 我不知道你做爸爸的感覺會怎樣 我很擔心她 我請了三個我最信任的朋友 包了一輛車 在她香港下飛機 叫三個人和她一起帶她去校舍 見到學校的人才離開 要拍照給我看 全程我一直跟她們電話通訊 我很疼愛我的女兒 我都很擔心我的女兒 我就口著臉皮要求這三個朋友 無論如何你一定要貼身帶我女兒進去 我女兒在暑界結束要離開學校 我就砌到我剛剛在中國做完我要做的工作 去到她校舍門口接她 又是口著臉皮逼我朋友 借駕車做司機 跟我去到校舍門口接她 那天下雨 我記得我擔著一把傘 當我看到我女兒出現的時候 我真的崩潰 因為很厲害 當牧師 因為真的很掛念我的女兒 幾個月沒見 十九歲 所以有人問我 你這麼口臉皮 又麻煩你的朋友 我說我已經沒有臉皮了 已經 所以好像這次回來的一樣 我很怕用牧師做主席 因為很多人都說你不需要回去 我說回香港很想跟別人說耶穌 他說現在在香港說耶穌不容易說的 很多教會搞報道會 是很難搞的 那我說很多事情不是說 真的不是容易搞事搞的 我去接我女兒也不容易 我叫我女兒特意繞 繞去 繞去很遠 因為我知道她有車 我說你無論怎樣 你都要跟我繞一繞 繞一繞去那裡才行 那她說沒辦法 說到出聲 我真的沒什麼面皮 我真的一定要去 這次也是一樣 容牧師說得對的 21天我都會睡 其實我今天想著不會 因為昨天已經兩次了 我希望下課不會 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 有一年 2008年敏川地震 我去了敏川探望教會 很多教會都倒閉了 那些弟兄節目都勸我 他說徐弟兄這麼危險 你不要上山 一些山都可以做 他說我都要上去 因為我們幫他重建一些教會 他說你為什麼要上來呢 我就是希望來到你們當中 所以其實這次來 就算不說我也可以 不過容牧師不放過 都要我說 那我就說 大家看到的不用擔心 我外面是眼淚的 所以 有些人很害怕 他說徐弟兄手巾有沒有洗 我想 這麼遠來到 都跟大家打個招呼 是不是 就這樣 打個招呼都不打 好像沒什麼禮貌 就這樣 不要想 好 抹眼鏡 又要脫眼鏡 又要脫口罩 我發現真的很複雜 不過 無論如何 可以 我應該可以了 做個祈禱 天婦我很多謝你 因為讓我能夠回到香港 能夠 看到香港這個情況 當我見到食肆多了人 當我見到街上多了人 當我見到今早的馬拉松 我自己心都有感恩 但求著你幫助我們能夠 真是守護香港 好 幫助我們能夠很 很堅強 也都是要 真是很爭氣 做我們應該做的事 所以求著你真是祝福加力 我們知道前面的路 真的不容易走 但是路難行緊要 只要我們有力 我們有心 只要有心 很多事情 我們都可以改進 都可以改變 我明白今天在香港 要講福音 說耶穌不容易 很多人不明白 為何這些事情會發生 如果有神 為何神不干預這些事情 但有很多人又很明白 因為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才需要有神 我們看見這個將來 只有在神裡 我們有這個更美的將來 所以求著你幫助我們眾人 能夠真是明白 而且能夠好好的 在這個地方 不單止生活 不單止生活可以改善 而且生命可以改好 求著你幫助我們 將我們以下 我們要講的內容 都求著你帶領 讓我們講的 聽的都能夠明白 都能夠清楚 讓所準備的 都能夠讓聽的人 都能夠聽得入 我們都求著你帶領我們 幫助我們以下的時間 聽我們祈禱奉耶穌的名祈禱 阿門 好 其實 我都不是很習慣戴著口罩說話 真的 但是 我當時也跟教會申請 可不可以不戴 我去檢疫 我或者戴個透明口罩 或者怎樣怎樣 說話小聲一點 但是我們覺得 都是戴著口罩安全一點 我也很願意這樣做 這堂已經在大家當中 連同星期五晚 這個是第六堂 好 題目叫做 鼓你不懂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 那個海報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這個是 take two 有沒有看到這個take two的字 本來是去年來的 但是去年二月我來完之後 回去多倫多之前 容穆斯說你十月有沒有機會過來 那 我說 這個要用這塊報 我說 好啊 如果行我會來 他說 好啊 那就十月 定了 怎知道疫情一直不通過 迫著我來不了 好 教會安排 我只可以用直播的方式 即是同步直播 就講一個堂道 叫結局 我記得在第二堂 要求陳夏姊妹 麻煩你轉轉鏡頭 讓我能夠看到會眾 一直在期望今年能夠來 到今年的時候 慢慢就發現 行了 加拿大比較放寬 回到去不用隔離 我說好啊 那就來吧 本來定是十五十六號 由於本來是八月的時候 可以驗到有抗體 可以減至七日 突然之間一日之內又轉回十四日 所以容穆斯說 你除了隔離之外 還有七日自我監察期 加上十四加七就是二十一日 十五十六就不行了 變成要二三二四 不是五三五四 變成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 又改 我發現近期一兩年的時間 很多事情你真的 鼓來鼓去都猜不到 但是我發現很多人說 既然我們將來猜不到 我們就把握今天 把握今天有兩種 一種好一種不好 好的就是能夠珍惜 不好的就是放縱 有些人說既然是這樣 不要管那麼多 拼命吃 拼命玩 做得就做 因為可能沒有明天 有些人就倒轉 既然我們不知道明天 我們不是放縱今天 而是要珍惜今天 我們是應該小心 用心 留心慎重 我們每一日的生活 這四個字 我試過做一些組合 原來有二十四個組合 我就讀不到給你聽 我想你也不需要讀 這二十四個組合 其實裡面真的說得通的 只有七個組合 就是猜不到 猜不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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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到你 猜到你不猜 可否和我重複一次 而你能夠將七個合成成為三個 是同樣意思的 第一個就是猜不到 有些人真的猜不到 真的猜不到 好像我這個人 很容易猜到 看死你也會哭 有些人真的猜不到下一步點 第二就是你猜不到 不是他的東西難猜 是你猜不到他 有時候我都會說 譬如我的女兒我的兒子我老婆 有些事情 其實他說 我要什麼 其實你應該知道 你怎麼會猜不到 那就是我猜的能力 第一個就是 猜的內容猜不到 第二個就是猜的能力 第三個就是 既然猜不到你 又猜不到 所以猜到你不猜了 所以就是我不猜了 我也不想知道 今天很多事情真的猜不到 或者你猜不到 所以猜到我們不猜了 譬如有兩句說話 我這一兩年經常聽人說 他說有時候聽新聞 有些事情 有些人無端白事中了招 有些事情就失驚無神要取消 有沒有聽過這兩句說話 這樣也會中招 譬如在隔壁酒店 這些窗都封了 不准開 曾經試過兩邊門對著門開 開了之後 這邊某些氣過了那邊 那邊就感染 所以從今以後就不可以開槍 免得有氣流 我說真的 無端白事都會中招 失驚無神又會取消 突然之間這個又說沒有 那個又說沒有 東西轉來轉去轉來轉去 今天很多事情 真是猜不到 我這次回來香港 認識到香港的文化 其中之一 就是近期出現的 叫做口罩文化 原來香港人戴口罩真的很講究 我們多倫多戴口罩很簡單 只是為了保護 為了進去一些餐館 或者商場 或者超市 我發現香港戴口罩除了保護之外 還有一個功用 叫做襯衣 我真的發現原來可以 應該是昨天 教會有一位弟兄 對我非常照顧 叫做司徒醫生 他來不中便會送一條胎給我 來不中便會送一條胎給我 因為他不抵得我經常戴那條胎 昨天又送了一條胎給我 理所當然也要帶出來 這條就是司徒醫生送的 送完之後 有個姊妹見到這條胎 他就跟我說 徐弟兄 我勸你明天戴這個口罩 他說這樣便會搭配 我說我戴口罩 我從來不會想這些 他說不是 我們都要想一下 我說很好 所以一會我都會戴這個口罩 真的很多事情想不到 口罩的用法 口罩的戴法 有時候到一個地步 我們發現很多事情 你怎麼猜都猜不到 不猜 因為猜不到 人可以猜 但是我們做人 不要靠猜 又不要亂猜 今天我跟大家說 猜 一個字叫猜 人生中的猜不猜 第一件事跟大家說 就是人生當中的猜不猜 人有所為有所不為 有所猜有所不猜 有些事情可以猜 有些事情你不要猜 好像我們有子女都很關心子女 什麼時候結婚 Tommy的兒子幾年前結婚很開心 我們經常都很想猜 我和我老婆都說 不知道女兒什麼時候結婚 我老婆跟我說 你猜好了 你不要問 原來不能問 有些事情可以猜 有些事情只可以猜 有些事情是不可以猜 譬如今次我回來香港 有些事情要很肯定 原來真的很麻煩 登機要四個小時 下機要六個小時 很多事情搞 過完一關又一關 很多文件 很多報告 所以譬如我臨來之前 跟很多朋友問 知不知道回香港要什麼 登機要什麼 很多人說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有些人說實驗室要證書 就是你檢測證書 不只是拿一個報告 連實驗室也要有證書 證明這個實驗室是可以給報告的 而那個報告 有人跟我說 不可以黑白要採飾 好像容牧師說 他剛回來 要採飾 不可以黑白 所以我又印了黑白 又印了採飾 兩邊什麼都印了 確定沒事 接著有人又說 你知不知道 你酒店 你不可以 如果兩個人住兩個人 一個人名字 不可以的 名字又不可以錯 和你的護照要對的 那個檢測報告 名字 姓要擺前 名字要擺後 調轉又不可以的 因為有些人不懂得看的 你知道嗎 譬如中文名字 譬如徐武號 他不知道那個號是姓的 還是徐是姓的 調轉又不可以的 說到我心驚膽跳的時候 怎麼辦呢 我就很害怕 打我去航空公司問 他們說的東西又不一樣 問這個又不一樣 問那個又不一樣 令我害怕 因為這些東西不能猜 終於最後我怎麼做呢 我去了機場 假裝赤煙 拿著一些東西 就問那些人 我就抄些東西出來問 這些東西可以不可以 進不進 空公小姐說 你是不是今天飛 我說不是 你來做什麼 我來我不想猜 我想這樣能不能登機 他說可以的 就算你沒有那張證書 他說我們機場都預備了給你的 我們知道那些東西會不記得 你放心 他說我們不是第一次和別人做check-in 我們說我過濾也好 但我就很肯定 為什麼有些東西不能猜 你知道嗎 結果很嚴重 人生中有些東西可以猜 有些東西不可以猜 猜之先問一問 那個猜的後果是什麼 其中一件事我們經常有提 有神這件事有些人覺得很圓妙 有些人覺得 到底有還是沒有 我猜有吧 我猜沒有吧 如果有神猜沒有神 真的有那怎麼辦 如果沒有神猜有神 沒有那怎麼辦 如果真的有神 你猜沒有神 一輩子都不肯相信 結果是怎樣 如果你來教會聽過 你就知道結果很嚴重 是生死之別 沒有神 你猜有神 結果是怎樣 是沒有神的 那些人覺得有神 回來唱歌詩 是不是很嚴重 我又不覺得 我的詩歌真的很好聽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明白 有些時候你猜一些東西 你要想到後果是什麼 我們考試 我自己讀書的人 這個人很懶 我是很喜歡玩 很懶的一個人 我讀書很簡單 只有一招 就是靠貼士 我不知道多少人是這樣 我認識同學 都很喜歡捉貼士 所以經常捉貼士 我們經常問 哪一條機會大些 哪一條機會少些 哪一條熱滿 哪一條懶滿 你也知道 捉錯有後果 所以我們那時候專門研究 怎樣拿貼士 由龐酵刺激的老師 又各樣去查查查查 有些有把握 有些沒有把握 如果必定出的 或者所謂熱滿的 你不讀 不一定出 你去晚地讀 這是什麼 這叫自尋短見 死硬的 是不是 所以有武神這件事 不是可以鼓鼓一下 所以我說有些事情 真的要很清楚 所以有時候我跟朋友說耶穌 講的時候 有個朋友有一次跟我說 我還記得他的名字叫Philip 我經過很多次 很多次 他說 William 你這麼用心 又說這麼多理論 這麼多證據 這麼多故事 說這麼多 我都覺得你很辛苦 不如你不要說 我說我又不想不說 他說我可以給你一個簡單的方法 我說什麼方法 你不要說這麼多 說耶穌 說這麼久 你叫耶穌出來一下就行了 給我見一見 打個招呼 我就入黨了 或者入會了 我就會入 那就容易得多 你又不想有人猜 你又不讓人看 那你叫我怎麼做 你不想我猜 你就走出來 你不走出來 我就只有猜 說來說去 跟我說 他講的好像有道理 我覺得有時候 那些事情又不是這樣做 我們經常有些人會說 你叫我做就做 那就很沒面子 是不是 你要見又見 我還是神 真的被你呼來呼去 這張桌子又說要見神 那裡又要見耶穌 那裡彈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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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不是這樣做 我自己信耶穌到今天 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 神有神的方法 人有人的需要 神知人的需要 人未必知神的方法 但是神的方法是救人用的 如果他是神 你聽不明白這件事 如果他是神 他應該知道你需要什麼可以信 所以他不需要按你的方法去做你想他做的事 他會按他的方法去做你需要他做的事 應該都明白的 好像有一次我去弄車 我車前面不知道水箱流水都不知道什麼 我就拿去給一個師傅弄 拿去車行 那個也是教了一個弟兄 很熟的 那車一停完 我就下車跟他說 他叫Lipson 我說Lipson 你知不知道這輛車有事 我想那裡可能螺絲鬆了 所以你整整看看他 Lipson看著我 他張開眼睛 他不出聲 他不出聲很恐怖 告訴你 意思是他生氣 因為他這個人很喜歡說話 突然看著我不出聲 然後跟我說 William 你是師父 還是我是師父 我說你是你是 他說我是你就不要說話 你拿來給我弄車 我現在不是學弄車 不是你教我弄車 是我弄車 我幫你弄了幾十年 你教我怎麼弄車 我是師父你就聽我 不要指三或四 如果神是神 你就不要這麼多 麻煩你這樣 麻煩你這樣 變個魔術來看看 我最近頭髮白了 麻煩他 真是神 所以我說 我們不是要求神做我們想做的事 而是神會做我們需要做的事 是有不同的 所以不是靠古的 你真的明白什麼叫人 什麼是神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這樣才能夠相信 有些人死都不相信 有些人死都懷疑 有些人死都靠古 沒有辦法 我跟別人說有神 他就問你 問我 你怎麼知道 我不相信 我聽別人說 告訴我沒有神 我都會問 你怎麼知道 我要相信 人要我證明有神 他才肯相信 我要人證明沒有神 我才不相信 但是我覺得我們不是大家在這裏 大家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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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人問我 其實我也是讀理科的 我又不是那些喜歡亂故事的人 我也是很現實的人 所以我不是說要心理作用 我心空虛 我寂寞 我寂寞 亂心 可以有些安慰 我又不是這樣的人 我也是很現實的人 但是當我去到教會 慢慢讀聖經 慢慢接觸基督徒 我發現兩件事很特別 一個是客觀 一個是主觀 客觀就是 當我讀聖經的道理的時候 譬如讀到耶穌 耶穌說他是神 我只能夠想到道理是什麼 要麼就是假的 要麼就是騙的 要麼就是精神不正常 以為自己是神 有些人經常以為自己很漂亮 照鏡照爆鏡 經常都說摸鏡摸鏡 世上最漂亮是誰 我覺得當我讀耶穌的生平 甚至有些不信耶穌的人 都覺得耶穌是很偉大一個人 他說耶穌不是騙人 你說耶穌騙人 騙什麼 騙到最後死了 你會這樣騙人嗎 騙到自己沒有錢 騙到自己健康沒有了 哇很開心 今天騙人騙得很開心 我損失很大 耶穌不是這樣 他不是騙人 他又不是瘋子 因為耶穌寫的那些道理 很多人覺得他的道理都是很順高的 譬如燈山寶訓 怎樣對人 有句話大家經常聽 那句話叫施比秀更為有福 是不是 為什麼一個這麼有道德 這麼有高尚品味的人 他不可能是瘋子 他不可能騙人 所以最後我自己的理論是什麼 就是我不是靠猜的 唯一有可能就是他真的神才會這樣說 是不是 所以我就想一下就是這樣 我不是在鼓鼓一下 當我研究聖經的預言 發現 愈看我愈有可能 不讀有志可 一讀覺得 真的這樣 真的這樣 所以當我讀聖經的預言應驗 聖經裡面講了很多 什麼叫預言呢 事情未發生 他會講 正如這個疫情 經常有人傳一個印度神童 11月又會怎樣 又大爆發 明年2月又會怎樣 到2023年又會怎樣 很多很多事情 其中中了一個 你覺得很厲害 但是聖經語言 當我自己研究 由舊約到新約 就是由古代到現代 很多語言的應驗是很準確的 關於人 關於城市 關於地方 甚至關於國家 這些內容讓我看到 真是很可信 我越看越精彩 但是有人居然跟我說 這個不是精彩 這個叫撞彩 剛好撞正 好像現場 我告訴你 以前我在新田地去哪裡 我以前小時候 我爸爸帶我去看新田地看相 那個人看到 大家不知道沒有留意 我這裡有一粒物的 很小的 看到嗎 你好像也有 你不是 真的 有粒物的 那個看相先生跟我說 跟爸爸說 你兒子 有粒小字 他也有可能會做到一些事情 大概也應該不錯 將來也會有些機會 我聽完之後 你講完之後 好像沒有說話 多數都會中 什麼叫小字 什麼叫機會 什麼叫可能 什麼叫大概 我還記得他在說什麼 我叫爸爸 你兒子 記得你有可能 我說我知道 他說是狀彩 聖經語言 不是那麼大概 是很準的 譬如說 耶穌出生 講明哪裡出生 未出生之前 如果你真的看聖經說 那個出生地點 是他們沒有遇到的 記得聖誕節嗎 有些什麼報警 在馬曹 為什麼要建馬曹 為什麼不建產房 為什麼不建家 因為沒有地方 租不到房 為什麼 因為那次是第一次報名上冊 第一次人口登記 所以約神和馬利亞要趕回去 由勒撒勒回到百利行那個地方 叫人口登記 所以突然間沒有了房 如果給我是馬利亞 我知道耶穌預言 因為我其中有一個人說 其實基督徒信神的人 跟神合作 他說要建百利行就早早去 但他不是 因為他不知道 所以不是撞彩的 於勒應應不是撞彩的 有時候我跟人說 如果你相信撞彩的話 撞彩的信心 比信神的信心更大 你怎麼撞 我真的跟你說 沒辦法撞 因為你知道 很多預言家說預言 可以說十幾二十個 中一兩個就很厲害了 聖經預言是幾百個 每一個都要中 如果你讀過數學 你計算是或然率 你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撞到出來 所以有一本書 我最近看一本書怎麼說 他說那本書的書名叫 我不夠信心做無神論者 I don't have enough faith to be an atheist 這本書我鼓勵基督徒 你可以買來看 未信日圖看 非常好 他說我根本不夠信心不信神 你只能夠靠古不信神 你也沒辦法證明無神 你可以有答不到的問題 答不到問題 不表示無神 你不明白 不表示那件事不存在 你明白嗎 所以有些人問 那好吧 如果你說真是信神 應該是我們英文叫 most likely most probably 就是可能性更大 看耶穌的生平 看基督徒 看以色列國家 看聖經的預言 看很多東西 看這個宇宙 你發現很難告訴別人 說是無神 原來我們是石頭爆出來 原來是猴子變出來 原來這個宇宙是無中生有的 原來無端霸市 有些物體會自己撞撞撞撞 撞撞撞我們一個二個 又穿不同的衣服 又戴不同的口罩 又會近視又會遠視 你說怎麼撞法 你這樣相信 你這個不是信心嗎 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很大信心 居然相信我石頭爆出來 你也很厲害 你什麼宗教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問 不是靠古的 如果有神怎樣 有神表示將來有個歸宿 我經常想一個人一世 有本書 勇武記錯羅蘇寫的 就是 我為神我不是基督徒 我為神我不是基督徒 他裡面說人死了 腦就死了 腦就死了 就什麼都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 記憶都沒有了 我有時候想 人生中好壞喜樂 悲愛什麼都好 隨著人生離開 什麼都沒有 在宇宙之間歷史當中 完全消聲匿跡 我活多十年 活多二十年 活多五百年 我生活不好 身體不好 身體不好 完全沒有什麼意義 完全沒有什麼意義 人死不是問題 我們要問人死了之後怎樣 我承認一位 以前我看了一個雜誌 他就訪問一個藝人 叫做梁醒波 我們這一代的人多數都認識 梁醒波 他就問 他那時候在醫院 就離開世界 那個記者就寫了 他說梁醒波就問一件事 他說我知道我不會不死 但是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我死了之後去哪裡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不是猜的 會告訴我到底死了去哪裡 這是我們要想的 如果有神 我們要想人死了之後去哪裡 我們這些就是不可以猜的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家吃東西 突然間吃飯 我一家四口 兒子的女兒和我老婆 其實這問題是我咳 因為我喜歡吃東西 我吃得很快 我怕被他們吃 然後就夾夾得很快 我昨天也有說我最愛吃的是蝦椒排骨 吃得很快 蝦椒也吃了 汁也滷了飯 整碟都清掉了 差點滷了那碟 吃得很快很快很快 那次吃得太快了 咳 一咳 三個人放下筷子看著我 我說什麼事 我兒子就說 爸爸COVID-19 拜託你不要咳 我說爸爸想咳很難的 很緊張 我就跟他們說 其實就算我有 第一我有沒有先 就算我有 你也未必感染 就算你感染 你也未必有事 就算有事也未必會死 那麼緊張 未必的事情那麼緊張 死間的事情為什麼不緊張 是不是 人一定死的 你不可以不想去哪裡 一定要想 有人跟我說 天堂你又不去 你又怎麼知道 是不是 人未曾死怎麼知道有天堂 我倒轉都會問 你也未曾死怎麼知道沒有 是不是 你又不知道 我又不知道 所以我說 我有我的理由 剛才我說了很多理由 我不是靠猜的 你的理由是什麼 很簡單 我未去 所以我不知道 去到太遲了 就像剛才說 講博貼士 你也會問一下 考哪一課 我們也會問 考哪一課 都會問 你說 不用了 去到才知道 太遲了 是不是 明明考第三課 你猜第二課 去到第三課 很大件事 有天堂又怎樣 你要問我去不去才行 我回來香港之前 有人給我一個好消息 他說 William 很開心 我怎麼這麼開心 香港有消費券 每人五千元 用八大通 就行了 兩千兩千一千 很開心 我就問我有沒有份 是你開心 還是我開心 是不是 你可能很開心 我有沒有得拿 我有得拿才開心 沒得拿沒用 我跟你說 多好 不過我不帶你去 我告訴你 那裡很好吃 但我不請你吃 沒意思 是不是 怎樣才可以去 為什麼沒得去 今天很多地方 不是說你說去就去 天堂都是一樣 剛才我說 來香港很多要求 我們去聽演唱會 你也有演唱會的票 你去看球要看球票 是不是 你不可以拿演唱會的票 去看球票 說這張票來的 是票 不過就不是那張票 那就不可以 你不可以去 很簡單 去天堂就不是要票 去天堂就要沒有 去看演唱會要有票 去天堂有些東西要沒有才可以 什麼意思呢 聖經有句話這樣說 他說罪的功架 乃是死 意思就是一個人人生當中 如果你有罪的話 你結局就是死 你不用說是人也會死 好人壞人 肥的瘦的 漂亮的 醜的 什麼都好 都一定會死 為什麼那麼特別呢 最終是死這個不是單止人生會過 而是人死了之後他會與神分開 意思就是你去不了天堂的意思 罪的結果是死 人的罪 使人與神分開 你有罪的話 你就不可以去 所以人要解決罪的問題 所以我跟大家說 很多時候 在教會 聽報道會 有些人跟我說 罪 我不想說罪 罪人真 也是 他們說 其實教會最討厭的是什麼 經常叫我認錯 經常叫我認罪 經常說我有罪 有什麼罪才行 經常這樣說 好像不說不舒服 總是喜歡我很不舒服 他才會舒服 可以來一次教會 不要說有罪行不行 說一下又可以 讓我漂亮一點 讓我身體好一點 我就很開心 是不是 我這樣信耶穌 我信得很開心 你不要經常叫我認罪 但各位朋友你要知道 有時醫生跟你說話是說事實 他不可以說一些你想聽的東西 他要說一些你需要聽的東西 如果我去看醫生 我真的 我近幾年去看醫生 沒有一次的報告是好的 醫生差不多跟我說 William你死定了 William你就死定了 他差不多是這樣說 差不多這個意思 你那些又高了 你那些又高了 你那頭近了 那我不可以罵他 你這麼討厭 看醫生 不可以說一些好東西 不可以說我又漂亮了又瘦了又好 你不會死 為什麼你不說這些東西 不是他不是要說這些東西 他要說我需要知道的東西 我經常想 每一年我們講復活節 講壽難節 講聖誕節 講耶穌泥 耶穌泥幹什麼 耶穌泥救我們 你沒有罪他救你幹什麼 你沒有病為何要看醫生 你不肚餓為何要吃東西 你不累為何要睡覺 有原因 是不是 我經常跟別人說 你去麵包店買麵包 去海鮮店買海鮮 很正常 你來教會 我不說耶穌為我們死 我對不起耶穌 你知道嗎 我對不起他 我還說一些東西 你信耶穌比較帥 你信 這些有一點 靠古 神不是這樣說 結果是死 就要解決死的問題 聖經另一道地方說 神愛世人 神愛將他的獨身之賜給他們 要一切信他的 不致滅亡 反德 永生 有些人說 為何我們今天搞到感神都不理 神不是不理 神是會理的 所以耶穌說得很清楚 他說有一天我會回來的 他說我第一次來我為你們死 第二次來我就要接那些信的人去到天堂 是正在做的 是要等的 是會到的 若開了你要吃 好像昨天 前天我的胃不舒服 總之有個姊妹昨天就介紹了一件事 我不想說名字了 什麼什麼胃片 他說很有效的 吃三顆 十分鐘有效 他真的很有把握 我一吃完之後 他就計時 給他一個時間 十分鐘 十分鐘到了 怎樣啊 徐弟兄 好些了嗎 我說好些了 我也說的 真的可以 原來可以 耶穌來幫我們解決這件事 耶穌用什麼要死 他不是騙你 他不是要騙什麼 他為我們死 我們就不需要死 意思是我們可以回到神那裡 弱道是會病除的 人信是可以面死 人一定死你不用猜 有些人不肯做基督徒 為什麼呢 他怕做不好基督徒 這個是很好的想法 但是我說你不需要這樣想 正如有些人 因為我有一次跟朋友說 耶穌也是 他說我因為這樣的道理 他說我不想順次 因為我怕我做不好 影衰你們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學打功夫 不知誰跟我說學詠春 我忘記了 真的學打功 是的 我一個弟兄對學打詠春 有些人說我不想學 因為我怕我學不好 你不學 你怎麼會好呢 你不做 你怎麼會做得好呢 正如我有一次跟一個女士說 叫他信耶穌 他就是不肯相信 他剛剛大途 他說你兒子 你兒子什麼時候出生 就兩個人要出生 我問他 懂不懂說話 未懂說話 懂不懂走路 未懂走路 不懂叫媽媽 未懂叫 這樣也讓他出生 你們聽不明白 他要懂走路 懂說話 孝順父母才讓他出生 他說 徐先生 不是 讓他出生 慢慢教他 對嗎 基督徒你都未相信 你怎麼會做得好 相信了之後才做好 人們怕 我覺得動機是好的 希望做好 但你要相信了之後才會慢慢慢慢好 人生當中 估不估 有神估無神 無神估有神 你要考慮到結果 第二件事我想說 就是人生中信不信 我講估 估到你不估 另一件事就是信 不要估 你要信 我有時問一些人 跟人說說很久 昨天有很多堂地人都是這樣的 他說 我也就信了 我說你什麼時候信 我就可以了 什麼時候才可以 我自己也不知道 有個朋友說得很好笑 他說我搞清楚我就信 他說你怎麼才為之清楚 你才相信 他說我也不是很清楚怎麼為之清楚 你也不是很清楚怎麼為之清楚 你怎麼會清楚呢 有些人都不知道 他說我要有感覺 有沒有試過 有人會這樣說 我還沒有感覺 我還沒有感覺 怎樣才感覺 我都不知道怎麼感覺 總之我等個感覺 這樣 這些就有些靠古 所以剛才我說的 所謂客觀主觀就是這個意思 主觀的意思是 其實我們自己信了之後 你才會經歷 一天不信你是不會經歷 跟你說半天你都不會知道 不會知道 昨天各位姐妹跟我說 財弟兄你試吧 你不試 我就試過了 他說我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你也試吧 你不試你永遠不會知道 所以我昨天吃了三粒 今早也吃了三粒 因為試過真的可以 我完了之後請大家不要問我什麼牌子 我很怕的 寫個名字給我 拍張照給我 但我真的覺得是可以的 我就做 前一陣子有人介紹我喝一樣東西 喝完之後 他就說 你中部可以縮小 每天一杯 就好了 他站起來給我看 真的給我看 你看 以前我這裡成舊的 現在沒有了 不是半舊都沒有 我聽了 我回去 因為我也很想 我又買了一瓶回來 又很便宜 這裡三六零 什麼超市都可以買的 12元一瓶 貴一些 25元一瓶 又不要問我什麼牌子 我喝完又不想給大家看 不過 以前是挺濃腫的 不過現在我真的跟我老婆說 我老婆說 你真的不見了 你永遠不相信 你永遠不會知道 你不試你永遠不會知道 希伯來斯 有一句聖經說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體 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我們是信的意思是什麼 有些東西我們是未看到的 我真的未去天堂 但是基於所知 你可以知道未知的可能 對不對 基於過去 你可以知道將來的機會 是有不明白的 但是不用什麼都明白 是有不知道 不需要什麼都知道 有位老姊妹 七十八歲 七十五歲信耶穌 她說我過去這麼多年 我家是基督教家庭 一直都不相信 因為我很理性 我要問明了這些東西 我才會相信 最後到七十五歲 她覺得我問了七十幾年 如果由一歲開始 大概問了幾十年 她說我發現原來要明白的東西是完全明白的 接著她說的說話 我覺得很有意思 她說我不要因為我不明白的 我不信 因為我知道的我去信 我覺得這件事就很有理由 我不是靠猜 因為我明白 我不是什麼都明白 我不是靠猜 因為我不用什麼都明白 是不是 神是你猜不到的 是你不猜的時候 你就可以相信 當你就是要猜的時候 你明知道有些東西你不會明白 你就是要這樣你就沒辦法明白 人會有十分的把握 有的話今天不會那麼多意外 不需要什麼都知道 不要為不知道的不信 我們以為已經知道的 我們先信 人不用猜 因為神是你猜不到的 猜不到的 你明白了神 你就是神 你怎麼能明白神 有位神學家叫Alister McGrath 他說的說話很有意思 他怎麼說呢 人不可以信 因為他不可以信 他不可以信 你明白這句說話 他只可以信 他可以信 我就是這樣 我只能夠信 我可以信 我不可以信 我就不可以信 所以你就不可以信 因為你不明白這件事 所以我們有時候就是 根據我們自己的有限 要求要明白這位無限的神 你是沒可能的 你是沒可能的 我信耶穌信了47年 你是否認識了 一定不是 百分之100不是 我明白我都不是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你看我真的很真心信耶穌 我很真心信耶穌 客觀來說有很多道理 主觀來說我自己經歷了很多的改變 我整個人真的變了 有一天我大姐都坐在那邊 他都看到這個弟弟是變了 我全家人看到我這個人變了 剛才容穆斯說我17歲離開香港 為什麼離開 我再去香港我這個人不可以了 這個人 我姐姐說這個弟弟沒得救了 我群了一些不好的人 所以一定要把他 離開香港 走到多倫多民一羊 降山易改 品性難易 直至我信耶穌之後 我這個人變了 這個是主觀的經歷 主觀的經歷 聖經裡面有句話說 本於信 以至於信 意思就是你先信 接著你會慢慢更加的信 信不是靠古也不是迷信 怎麼信呢 你又再看一件事就是 20章 聖經有一個聖經講 他說耶穌在門口面前 行了很多神跡 但是沒有全部記了 記這些東西是叫你們信 叫你們信 你明白什麼意思 不是什麼都寫了 有些人很喜歡問 聖經有沒有說恐龍 有沒有說外太空人 有沒有ET 有沒有UFO 甚至有個年輕人跟我玩 有沒有可可樂 我說沒有 不是什麼都寫了 但是寫的是已經夠理信 不是什麼都寫 但是也不是什麼都沒有寫 所以這個說話怎麼說呢 Faith是有Foundation 也有Projection 是有所依 有所展 我們不是貧空去猜 我這個人都很理性 我都不是迷信的人 我都不是心虛 找一些心靈寄託的人 所以是有根有據 但是也有很多東西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真的不知道 說這麼多只是想告訴你 神不是人 人是猜不到的 人是要信神的 信不是靠猜的 第三 人不用猜的 人是可以信的 有些東西是人不用猜的 人一生之中有罪 是人都知道 做人做到今天 你不會說是 完美無瑕 大事小事你都會有犯錯 有些是故意 有些是無意 人一生之中 一定會死 不用猜的 耶穌來就是為你為我死 信的人 死了之後我們可以去到天堂 怎麼信呢 聖經講的很簡單 凡是接待他 就是信他命的人 他就賜他們權兵做神的兒女 什麼為之接待 我們經常說接受耶穌意思 信他的名 耶穌這個名 Jesus這個名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救世主 你說怎麼可以信耶穌 第一 知道自己有需要 第二知道耶穌可以救你 只要你承認這兩件事的時候 你就可以信 就像聖經怎麼說呢 如果你口裡認 心裡信 你就必得救 昨天我遇到一位男士 他說我口裡認 他說我心裡信 口裡未認 你心裡信 你心裡信 你就口裡認 是不是 他說就可以了 我又問他什麼時候可以 他說我又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 聽了很多次 徐先生 你兩年前我也有聽 你明知道心裡知道的 你要認 你要做出來 好像看到藥 你知道對的你要吃下去 這樣才行 信是接受 深信口認 我來之前我也有發炎 我去看醫生 醫生跟我開了一些消炎藥 我看著消炎藥告訴你 我真的不太相信 這麼小顆可以消炎 我180磅 這樣也可以消炎 他說吃10天就完成 吃完10天就真的完成 你不明白 不表示不行 所以我們發現今天我的人生裡 信耶穌信了47年 我過得很好 我不是靠猜的 而是我信的 所以為什麼 我會離開工程師的工作 願意去讀神學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是好的 是對的 所以我願意這樣去做 我會好好做人 我又會好好信神 我為我的今生努力 我要為我來生準備 我試過 試了47年 我不是猜 所以我介紹給你 你都可以不用猜 神愛你 耶穌愛你 你要相信 以至你有永生的盼望 今生不會彷徨 來生會有盼望 神不是要你猜 神是要你相信 怎樣相信 心裡相信 口裡認就可以 我是1975年1月2日信耶穌 今天是2021年10月24日 我盼望你都可以 所以今天信耶穌 在座如果有朋友 你還沒信耶穌 我會帶你做個祈禱 剛才說的什麼叫祈禱 祈禱不是自己跟自己說話 祈禱是我們同神說話 耶穌我願意接受你 做我的救助 你說這樣可以了 我不明白 就像我吃藥 放進口就行了 你不明白 你做了你就會有主觀的經歷 我經常勸朋友 你做了你就知道 你不做你就不會知道 很多很多 在座很多基督徒就是這樣 做了這件事 到今天他告訴你 我們不只是客觀那麼簡單 還有主觀 所以我邀請大家要嘗試 你不嘗試你不會知道 當然我不會像那個姊妹那樣 十分鐘就會這樣 但是真的信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 真的是這樣 所以柏文啊 以下我會帶大家做個祈禱 如果你想信耶穌 我請你跟著我祈禱 好嗎 我講一句 大家講一句 是跟神說的 不是跟自己說 不是跟人說 是跟神說的 所以我講一句 大家跟我講一句 好嗎 我們一起低頭我們祈禱 基督徒跟我們一起說 願意信耶穌的朋友 都跟我們一起說 親愛的主耶穌 我多謝你 因為你來是為我死 我願意接受你 成為我的救主 給我有永生 我不單止今生可以過得好 我將來都會過得好 多謝主耶穌 奉耶穌的名祈禱 阿門 這次我來就很簡單 主要就是講耶穌 希望 有人可以信耶穌 所以我問一問 在在有沒有哪個朋友 剛才我祈禱的時候 你有跟我祈禱的 剛才有跟我祈禱的 你過去沒有做過這些祈禱 今天是第一次的 我今天也很想為你祈禱祈禱 有沒有這樣的朋友 剛才你有祈禱的請你舉手給我看到好嗎 看到 感謝神 感謝神 還有沒有感謝神 看到 還有沒有 開心的時下 我恭喜你們 我四十幾年 真的很開心 然後我整家人都是拜佛 告訴你 我整個家族都拜佛 每個星期去沙田正年貞瀉那裡吃齋 整天都是去 我信耶穌我第一個 我妹妹我姐姐我三姐 一個一個信耶穌我爸爸媽媽 我很感恩 我們今天過得很好 我們知道明天都會過得很好 還有沒有哪位 你們剛才有祈禱的請你舉手好嗎 我問你還有沒有其他的 哪位 有信耶穌的 有信耶穌的 我們一起起床我們唱一首歌好嗎 當你走到無力 今天這個世界很亂 人們說為什麼 我發現這個世界很亂 我們需要神 我們有盼望有希望有將來 當你走到無力 也繼續下去 當你感到 寂寞跟老虹去 只要相信 神主是 付助你 願助你解開 困惑 拋開痛悲 當你跑到 沒份能再下去 當你感到 疑惑 說我是誰 只要相信 神完全明白你 就讓你伸手接受 他心愛你 別害怕多知你難受 你感到 怨恙 怨恙 溫柔 別害怕多知你 不遂再舉怕 耶穌必拯救 耶穌必拯救 如你開口接受 將開你手 別害怕多知你難受 我們無凡 vitro 輕鬱 predictage God 我们会再唱一次 如果有人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如果有人信耶稣的话 我都很想邀请你 无论是网上的看 网上有个连续 你可以进去 你可以搜索QR Code 你可以表示你愿意信耶稣 家里有人的 你可以鼓励家人做这个决定 我下面我就很想请 刚才你举手 如果你有朋友带来 你走来前面 我为你做个祈祷 好吗 我愿意为你祈祷 你没有举手的 你愿意来到前面 都来到前面 你有朋友你鼓励他 信耶稣带他来前面 好吗 我们再唱一次 再唱一次 请你来到前面 请你来到前面 好吗 来到前面 为你祈祷 你愿意信耶稣 神愿全面 白你 就愿意 有没有 哪位 你愿意信耶稣 来到前面 你刚才有举手的 请你来到前面 害怕他自你难收 保佛原弱于困柔 你愿意信耶稣 你愿意信耶稣 来到前面 我们相信耶稣 耶稣爱你 祈祷 你愿意信耶稣 我愿意信耶稣 我愿意信耶稣 对你元宪 我愿意信耶稣 我愿意信耶稣 可以带他自你难收 但代言言言慨留 我誰再留 行禮前面 也都別停止讓你一生快樂 誰知不非 恨一曲全身的你 在我祈禱之詩問一下 還有哪一位願意信耶穌的 請你來前面 我是為你們做個祝福的祈禱 有沒有哪一位願意來前面 請你來到前面 還有哪一位 有朋友帶來的 你可以陪他出來 好嗎 好 盼望大家能夠今天把握這個機會 我們不用猜 我們要信 有沒有哪一位 我們等你 有沒有哪一位要出來的 還有沒有 好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主耶穌為我站在你面前的幾位 我們獻上感恩 因為你的愛真是奇妙 我們很多人信了很多年 有時候我們真的後悔 為何這麼遲才信 為何不早點信 今天有人願意把握機會接受你 獻上感謝 多謝主耶穌 求求你今天開始 你將你的生命賜給他 將永生的盼望賜給他 讓我們人生裏面 不是孤單一個人走 而是有主耶穌與他們同行 多謝我們的主 聽我們祈禱奉耶穌的名祈禱 阿妹 和我對你感到的 請別忘記 你把握機會 跟人家說 我會有的 緊張